鬼子进村除了烧沙强旅,还会做一件事,未得到此物,简直无耻。 从1931年9月18日的九一八事变之后,日本开启了侵略中国的罪恶行径,他们先是通过无耻的手段霸占了中国东北地区,接着又在东北成立了维满洲国,还把末代皇帝普遗弄过去当皇帝,如此行径,日本的野心昭然若解。 1937年日本更是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,开始了全面侵华的战争,这十四年的时间里,日本人可以说是无恶不作,庆祝难书,他们在南京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大惨案,南京大屠杀,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里,我三十万无辜同胞,死在了日本人的屠刀之下。 日军在中国犯下了滔天大罪,除了在南京一次性集中屠杀我三十万同胞之外,日军在其他地区也是血债累累。 1938年以后,因为前期会战的消耗,日军失去了在中国组织大规模进攻的能力,为了阻止日口的侵略,中国军民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,抗战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。 失去大规模进攻能力的日军并没有放弃在中国的作得,为了消灭我国抗日力量,日军开始实行所谓的扫荡,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郡更是提出了臭灵招着的三光政策,而他的继任者刚村宁次老贼,更是将其发挥到极致。 日军扫荡主要是为了杀人和抢东西,他们往往以小队作为单位,对我根据地进行围绕,这些带着屠刀的恶魔。 一进村首先要做的就是将我同胞集中起来,然后进行逼问,实际上就是为了找借口屠杀我同胞。 大家熟知的潘家遇惨案,就是日军犯下罪行的铁证。 日军除了杀人还会抢东西,抢我们中国人辛辛苦苦劳动,得来的粮食和蔬菜,肉类食品,这也就解释了日军为何不在本土作战,却依然可以保证每个士兵有新鲜肉类供应的原因,因为这些都是他们抢来的。 日军进村扫荡,除了烧杀墙女之外,还会做一件事,那就是找一样东西,他们找的这个东西就是中国农村很常见的大水缸,大水缸一般使用泥土烧制而成,我们一般用它来盛水或者腌菜,对于中国百姓来说,几乎是家家必备的东西。 那么日本人找它做什么呢?那就是用来洗澡,因为日本地理位置的原因,空气很湿,所以他们喜欢用泡澡来缓解身体的不适,又加上日本是一个非常封闭的国家,日本人认为泡澡可以加强团结。 于是泡澡成为那日本人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,鬼子进村扫荡,一旦看见大水缸,会立刻运走,拿去给洗澡,可怜我无数无辜的同胞,死在了日本人的屠刀之下,而日本人却一点都不愧疚,甚至还会为找到一个大水缸而欣喜若狂,为了得到一个大水缸洗澡,简直是无耻至极。 请不吝点赞